有声书 海地性学报告 女人篇 第四章 多重高潮与序列高潮 十三 而这些不同的感觉 最好要靠你自己来亲身体验一番 用言语是很难传达出万分之一的 也许 在此应该说明一件很重要的事 当受访者说 他们在刺激阴地时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通常并不意味 他们会直接去刺激自己的阴地 先前的引言 是希望能让你了解自己的性生理构造 对绝大多数的女人来说 他们会在整个阴部四周找寻一阵 直到发现一个正确的位置 碰触这个地带 便会让他们产生美好的感觉 事实上 这种很好的感觉 是起自首或手指的动作 而后发自肌肤之下 有些女人描述这种感觉 在探索身体时 你会发现有一个地带让你兴奋一场 然后 你就可以好好挖掘这份快乐了 一开始 我会先在整个阴部搜寻一番 找出一个最棒的点 然后 我会直接刺激那个部位 我的刺激地带通常都不能带给我很大的兴奋感 我觉得它应该在肌肤之下更深层的某处 在我音符之内或以下大约一处 有一种类似着火的感觉 就在升级阴地之内的一处 当爱抚的旋律以及力道恰到好处时 那个最敏感的地带就会自动浮现出来了 这就好像有人在按摩你的背时 你会知道 接下来你希望他能继续朝那个点在按摩下去是一样的 然后 你会把你的背肌都鼓起来 移动背部的位置 好让它可以按对地方 如果你还把身体的肌肉都紧绷起来 感觉会更好 这样就能把心思专注在按摩的快感上 做爱时我都会顺到用力把腿的肌肉绷紧 换言之 当遍及全身的性刺激正在进行时 通常会出现一个快感的中心点 好像点着了的熊熊浴火 一旦触及便立刻烧得更加旺盛 然后你就会很想继续刺激那个浴火的中心点 你会自动调整姿势 好让那种感觉能持续到永远 最后达到高潮 有些女人在尝试多年之后 终于学会如何达到高潮 从无高潮的女人 年龄层便及18至77岁 在我开始经常有性生活的头三年里 几乎从未有过高潮经验 我慢慢才学会如何享受性爱 现在我常常可以有性高潮 我很喜欢性爱 我也常常变得很兴奋 不晓得该如何达到高潮 如此而已 对我来说 享有高潮的确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但我并不认为每回做爱都非要有高潮 才算是完美的性爱 不过 要是我总是没办法达到高潮的话 便会变得非常沮丧和挫折 我会用各种方式来达到高潮 到目前为止 我还不曾跟男人做音道性交 而达到高潮 我想原因应该在我自己 因为我并没有把性交过程放慢 以至于我自己无法达到高潮 我总是把心思放在男人身上 一心想满足他们想从我身上得到的性感 而且我也太过于敏感 反而无法放松自己而得到高潮 我都是在自慰 口交或用手刺激因地时 才会有高潮出现 我今年35岁 从未经验过高潮 直到我开始自慰 才能享有了高潮 从一年前开始 我终于有了高潮的经验 是自慰让我体验到了高潮的快乐 我因而发现了自己最敏感的部位 然后 我便跟我的爱人沟通 鼓励他改变方式 好让我可以达到高潮 至今 我才有了高潮 好长一段时间 我始终没有高潮 后来 我才慢慢了解了自己 以及我的身体 好几年以来 我都没有高潮 包括六年的婚姻 以及婚前的两年 总共八年之久 大部分的原因是 对方也是性经验不足的男人 在一开始时 我会深感罪恶 觉得性交是不对的 由于我拒绝自慰 所以我根本都没有高潮 直到现在 我终于克服了 对自慰的排斥感 一开始 我读了很多有关女人 与性爱的资料 以及性爱手册等等 然后 我才逐渐接纳自己 并愈来愈喜欢自己 接着 我就放胆尝试以前不敢碰触的禁区 同时朝各方面去探索 最后便达到高潮了 直到一年前 我才学会了如何达到高潮 虽然早在那次经验之前 我就一直很想亲身经验看看 或者说 可能是基于一些过度执着的心理因素 反而让我无法达成 后来 我学会自慰 随即达到高潮 在此之前 我是从不自慰的 我买了一支振动器 第一次使用 就顺利达到高潮了 在我发现自己的阴地之后 我就开始有高潮了 这是发生在 我开始有阴京插入阴道性交的七年之后 将近四年的时间 我变得性冷淡 因为我的性伴侣非常自私 从不关心我的需要 而且 我自己也对性交深感罪恶 从结婚到结束婚姻之后的数年来 我也很想知道 是否别的女人 也会有类似的反应 我很想了解这其中的差别何在 我的爱人对我的全神贯注 应该是原因之一 她完完全全地接纳我 深深地爱恋着我 海地性学报告 女人篇 第四章 多重高潮与序列高潮 十四 我以前不曾有过高潮 真正让我开启性兴奋的关键 在于我要对自己有信心 这正是最近几年 我逐渐养成的自信心与自觉 我和我丈夫会通过坦诚的沟通 直截了当地讨论姓氏 以及在床上大胆地尝试各种做爱的方式 好几年以来 我都没有高潮 有时 我真的很想要有高潮 可是我又不太清楚 到底高潮的感觉 跟我现在的做爱有何不同 我丈夫非常帮忙 她很有耐心地配合我 接纳我 让我可以自在地放松心情 现在 随着年岁渐长 便越来越容易达到高潮了 而且来得更持久而强烈 我在十八岁那年就结婚了 至今仍对我丈夫假装我有高潮 我也对我的婚外情人假装高潮 但是 很快就被她给识破了 她告诉我说 她很难过 因为她竟然无法让我在生理上享受到高潮的快乐 她甚至害怕因而破坏了我们俩的婚外情 所以 我决定要向她开诚布公 让她知道什么样的刺激才能最让我兴奋 我一直都幻想着用鞭斥的方式来做爱 而且 我想她应该会很乐意 跟我一起玩这种性游戏 我们便一起做这个性冒险的游戏 由她来鞭斥我 接着再用手来刺激我的阴地 以便让我能达到高潮 我一直以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能享有高潮 因此 始终都觉得模模糊糊的 不太清楚到底高潮是什么 我是通过振动器才学会如何达到高潮的 我从来都不会觉得厌烦 要是没有高潮的话 我绝不会这么热爱性交 如果真的无法享受到高潮 我便会排斥阴京插入阴道的性交 只想拥抱即可 最近我才深切地体会到 原来在性爱中想要得到高潮 竟是天经地义的事 是我应得的权利 以前我不晓得该如何开口 希望我丈夫能帮助我 让我达到高潮 如果耗了很久的时间 而我还是没有办法达到高潮的话 我就会觉得充满罪恶感 后来 我们试着用振动器来辅助爱抚的效果 才减轻了我的心理压力 不过 我又开始担心 他会不会觉得有不被需要的感觉 还好 他并没有把那些顾虑放在心上 说实在的 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快乐 而要求高潮的话 我真的就会有那些操心和顾虑 幸好最后都能一一克服 我们的性生活 也因此大大获得改善了 我今年38岁 已婚 有两个小孩 在我27岁那年 才有跟男人初次性交的经验 他就是我现在的丈夫 三年后 我们便结婚了 他是我唯一的男人 除了他之外 我不曾跟别的男人性交过 大约三个月前 我才终于有了第一次的性高潮 除此之外 这几年以来 只有在我心幻想时才出现过一两次高潮 而我真的很渴望能享有高潮 在高潮来临的当下 我尽情地享受着 是在我自慰的时候 现在 我非常喜欢高潮 乐此不疲 而且 高潮来得 愈多愈棒 一天里 我至少自慰两次以上 每回都高潮不断 一般人 想要在阴京插入阴道的性交过程中 达到高潮的话 就要花上好一段时间 去摸索 通常 我跟我丈夫两三天才做爱一次 不过 现在每次做爱 也都可以让我达到高潮了 我的性幻想 只限于轻柔的拥抱 从来没奢望过自己 竟然可以拥有性高潮 以前我也从不自慰 直到两三年前 历经了数年的心理治疗 再加上性解放 以及妇女运动的兴起 我才慢慢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 终于敞开心胸 现在 我简直无法想象 没有高潮的性爱 该怎么办 有些女人 只有借助振动器 才能达到高潮 我已经试过好几百遍了 我一直用手去刺激我的阴地 可是 却无法达到高潮 除非我用振动器 振动器 真是帮了我很大的忙 如果你从来没有过高潮的经验 不妨试试看 首先 你要先摸索出一套最适合你的手法 这可能要花上一段时间 像我就发现到 如果你用振动器直接刺激阴地的话 感觉会过于强烈 既痛苦又快乐 令人吃不消 你可以隔着枕头来用振动器 或者用手紧握住振动器 控制它的强度以及频率 有人说振动器是女人享乐的好帮手 如果你的阴部真的很渴望能享受刺激之乐的话 此话的确不假 何不现在就试试看 靠振动器的帮忙 我终于有了高潮的感觉 我喜欢把振动器靠近阴地的旁边 通常都是右边 或上面 当振动器一碰到阴地的上面 我就会有一种美妙的感觉 那种射穿整个女婴的极乐之痛 非常锐利 深刻而令人痛彻心肺 随着我把振动器 由阴地以下的部位向上移动时 这种兴奋感也会再次出现 有时 我会用毛巾或手帕 把振动器包起来 这样一来 等我的肌肉逐渐收缩时 我还是可以隔着毛巾 感受到振动器的强烈动感 我的全身便会开始静挪 不知自己身在何方 海地性学报告 女人片 第四章 多重高潮与序列高潮 十五 有一位女士建议 举办一个性爱工作坊 应该可以造福大家 让大家在开放 关怀的气氛中学习 我们可以看色情录像带 或色情书刊 一点压力都没有 这是专为女人而开的性爱工作坊 如果你还是没有办法达到高潮的话 你可以试着去读一些性咨询的从书 或女性主义文献 再不然 就去跟你的朋友讨论一下心得 看看他们如何达到高潮 或者你也可以就近寻找居家附近是否有开设专为女人而办的自助团体 也许找一位关心你的性治疗师来协助 无论如何 千万不要放弃 很多女人都在摸索数年之久才体验到高潮之乐 所以 只要你勇于尝试 永远都不会晚 最后 希望在你读了本书所记录的这么多女人的心声告白后 能够有所帮助